好 我們繼續來講一下這本書第六章的後半部 也就是Python Data Model 在前半部已經介紹了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 接下來的這一小小的尾巴就是要告訴你說 其實今天Python Data Model 它可以讓你用class的方式 就是用設計之前類別方式 然後去執行一些Python很簡單的指令 很基本的指令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些例子 首先它先舉了一個向量的例子 所以它創造一個class叫做Vector 裡面就裝物件 好 那首先就先起始這個constructor 就建一個constructor 然後這個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就是DEF然後底線INIT 就把save寫進來 那這個向量它是一個向量微度三圍的向量 所以裡面就是有三個分量 X跟YZ 然後那個SYZ它都把它先預設是等於0 然後接下來就是有stave 點X就等於X 點Y就等於Y 點Z就等於Z 換句話說今天我們只要丟一個實例進來的話 那實際上這實例就有三個屬性 就是點X 點Y 跟點Z 好 那我們就首先先來丟一個instance進來 所以我們就說V就等於Vector123 所以現在這個class裡面終於有一個instance 就叫做v 因此我們可以把V就點一點 然後按tap鍵看看 那果然裡面它真的有三個屬性 就是點X 點Y 點Z 好 那我們也可以怎麼呢 我們可以V點X來看看 那它就會呼叫第一個分量1 就會呼叫第一個分量1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V點Y V點Z去做看看 那就可以得到2跟3 好 那你可能會把V想 想把V看一看它長成什麼樣子 但是它就告訴你說 總而言之就是存在這個記憶體的這個地方 但是基本上你就是看不到它就是了 那假如說你要看得到它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可能就要在這個class裡面多寫一些東西 好 所以下面它就開始介紹說 有一個特殊的method叫做底線EPR的 它就可以讓你去客製化你的字串的表達方式 好 所以我們就在創立一個class 那classVector它裡面裝的就是Vector 換句話說就是可以延續之前的定義的這個classVector 定義的東西全部都可以把它繼承過來用 好 那同時我們在開始弄這個特殊的method 那就是REPR 那還是一樣的把這個物件丟進去 然後我們就 return 什麼東西呢 我們就 return 叫它印出這一行字 那這個事實上是比較傳統的字串表達方式 就是請它印出Vector 然後這裡有百分比R 那它看見百分比R的話 就會去找後面百分比的第一個分量 然後這裡有個百分比R 就會去看後面這百分比的第二個位置的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第三個百分比R 就會去看後面這個百分比的第三個東西的地方 那你可能會想說我們看過百分比S就是字串 百分比D就是整數 百分比F就是伏點 而且伏點還有好多種這個字串表達的方式 那百分比R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那事實上百分比R跟百分比S是很像的 都是印出字串的意思 只是今天這個百分比R 它其實是比較常用在這個 用底線REPR的這種特殊的 method來定義的函數之下 而且通常你今天假如用這種百分比R去印的話 有時候它會把這個印出來的一些格式 就真的把它很顯明的表達出來 但是其實大部分狀況之下 這個百分比R跟百分比S做出來的東西 其實都差不了多少 所以你大致可以把它想成的百分比R 好像就是印出後面這個字串一樣 所以我們就來做一下吧 因此我們定義完這個東西之後 它就可以使用Python的print的功能 把這個V給印出來 但是事實上你是用寫成class的方式來客資化的 所以你今天就是V等於Vector123 所以這時候你打V 它就真的能夠印出來了 相對之前我們打V 事實上它只告訴你說 就是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事實上現在V是可以表達出來的 所以這裡寫說 The new string representation 事實上印出來就真的把Vector123給印出來 當然這個其實就是跟你在Python裡面 用printv的方式印出來的結果會是一樣的 會是一樣的 好那下面我們繼續看吧 繼續看 那他說今天在Python裡面就是有取決對值 還有布林的運算 其實這個東西我們都可以經由這種特殊的 method 來把它定義 例如說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底線 ABS跟底線的BOOL來定義出 在Python裡面的ABS跟布林的這個運算的功能 好所以我們就在弄一個class 弄一個類別 然後這個類別還是一樣叫Vector 但是裡面裝的事實上還是Vector 所以就是之前定義的東西都會一直延續下來的 包括什麼呢 包括我們今天給定義一個函數 它就會有X跟YZ的三個屬性 也包括我們今天可以把它印出來 用我們客製化這東西印出來 換句話說前面定義的東西都可以繼續接下來使用 只要你這邊 光號裡面裝的就是之前那個class的名稱的話 好那我們現在來定義一個底線ABS 然後這個Safe其實就是你看丟什麼樣的實體進來 那是常常就是這個Safe 就是看丟什麼實例進來 好那我們說今天假如 我們就定義這個特殊的方法 那它會return什麼呢 它就return了這個三個分量的向量 那每一個分量它就把它平方之後 然後加總起來再開根號 其實它就是空間裡面的這個向量的長度 這是我們一般所熟悉的那個OJ裡的空間的向量的長度 好那你假如說呢 那用這種底線BOOL的話 那它呢就會做什麼 它就會把呢 你丟進來這個實例呢 然後呢 取絕對值之後 然後呢 再做一下布林的運算 那我們說呢 這個布林運算呢 其實 就是非0的子丟進來呢 全部都是true 那你假如說丟0進來的話呢 就會得到false 好 那我們就把它定義完之後 執行一下吧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給V一個instance 所以呢 我們又丟了一個新的實例進去了 那這個實例呢 其實它是non-zero的那個vector 好所以呢 V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打一下AVSV是等於多少 結果發現呢 我剛剛這一點沒有執行 然後呢 就發現呢 M事實上得出來就是2.4494 那這個呢 其實並不稀奇 因為呢 你就把1的平方加2的平方加1的平方加起來 開根號 那就是呢 根號6的結果就是2.4494 好那同樣的呢 你也可以去 去求不0值 那因為呢 這個2.4494呢 是非0的數 所以得出來一定是true 那我們現在呢 再丟一個新的實力進去 但是呢 我們現在vector裡面呢 什麼東西都沒有寫 那預設呢 那就會是一個000的向量 也就是0向量 好 所以我們現在V就丟0向量進來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印出來看看 然後就發現它管得到000 那你可能會說為什麼能印出來呢 很簡單啊 因為呢我們剛剛已經有用一個class呢 去定義怎麼去把這個V印出來 好 所以那就是它一個一個繼承下來 就可以把自己的定義呢 就一直使用下去 好那既然它這個0向量的話呢 它長度就是0 所以你打A B S V 那實際上呢就會得到0 然後呢 你只要打布0 V的話 那就得到4th 因為呢 所有非0的數都是true 那0呢 丟進去就會得到4th 好 那說呢 今天在python裡面的加跟乘 其實你也可以用這種class的方式 去把它定義出來 那我們就用這個spatial method 然後用底線add跟底線mul 就是multiple的方式去把它做出來 好所以呢我們再做一個新的類別 那這類別呢就是class vector 那同樣的呢 這關號裡面呢 我們還是丟Vector進去啦 所以就把之前定義的東西呢 繼續把它繼承下來吧 好 所以我們就定義一個底線add 然後呢就是self 就是你本來丟進來的這個實例喔 然後呢因為你要相加 你一定要還有另外一個實例 所以另外的實例呢 我們就把它寫成others喔 好 所以呢今天呢 x就等於什麼呢 就是原來的這個實例.x呢 然後再加上呢 你丟進來的一個東西 它的這個實例呢 的點x 換句話說就是同樣都是第一個分量加總 就是四龍 那y呢就是同樣第二個分量加總 e就是同樣第三分量加總 好然後你得到syg之後呢 我們就丟什麼呢 我們就丟Vector 然後呢新的x新的y新的g 就把它給裝進來 事實上這個就是加法 就是加法 那乘法呢你也可以做啊 所以呢你今天就是丟了一個實例進來 那個東西叫做self 然後呢你可能還會再丟一個scaler 就是啊 就是啊一個存量 那要把這個 向量裡面的所有的數字都乘以這個存量 好所以呢我們會return什麼呢 我們就return 你丟進來的這個實例的 向量的第一個元素就是save.x呢 乘存量 然後呢save.y乘存量 save.y乘存量 save.y乘存量 它就會return這樣的結果 好所以呢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現在呢在定義呢 v就等於vector123 那事實上呢就是我們呢 再丟一個新的實例進去 這個class裡面 好所以呢 今天呢我們就可以v再加上呢 這個再丟一個新的 另外一個新的那個 instance進來喔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有兩個instance 所以一個是123也是234 那到底怎麼相加呢 那事實上呢他就用這個 define.add的這個方式呢 來做相加 好所以這樣拿起來呢 當然就是357啊 這沒有什麼問題 那假如說呢乘以2的話 那就是呢 我們剛剛定義把原來的 丟進來的這個小v 就是123的部分呢 然後每一個分量都把它乘以2 所以呢 指定出來當然就是246 好那接下來呢 他又舉了更多的例子 他說有時候呢 我們今天一個向量 那你呢 可能想要知道這個向量裡面 到底有幾個分量 有幾個分量 那其實呢 這個事實上就是 在python裡面呢 常常用的lan 就是len的這個函數 那這個呢 事實上就是在算 看看呢 你例如說一個list裡面呢 有多長 或者是呢 你一個向量裡面有幾個元素 那這個呢 我們也可以用這種特殊的master 就是底線lan的方式 把它定義出來 好然後呢 在python裡面呢 我們常常呢 去對一個 一個那個 中括號刮起來的東西呢 然後去裡面的元素呢 去做鎖印 那這種鎖印的方式呢 我們同樣的呢 也可以用這種特殊的master 把它定義出來 好所以呢 我們就在 定義一個新的類別 那同樣也叫做vector 然後就把之前的定義的vector 那些類別全部都把它抓進來 好所以呢 我們就定義了一個 底線len 然後這safe呢 就是看你丟進來什麼樣的instance 好 那我們就舉tend 3 因為呢 現在我們丟進來的v 它一定呢 就是三個分量 那這個是我們在最早的時候的定義 就是說呢 我們定義一個vector 然後今天呢 就是說今天丟進來的這個v 一定就是三個分量 因為呢 因為呢 我們這就定義它只有x跟y跟z的分量而已 所以呢 它的lens呢 一定是3 所以我們就舉tend 3吧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定義一個get item 然後呢 這safe呢 還是一樣 你丟進來的instance 看是什麼 就是safe 然後這個i呢 就是一個dumming variable 或者是一個index variable 好 所以呢 我們下面就寫了 一堆多條件的if 好 所以我們說今天i呢 假如是0 或者是-3的話 那我們呢 就return 今天丟進來的instance的第一個分量 也就是x 好 那因為呢 今天python都從0開始 所以我們現在有xyz 所以x呢 就是編號0 y就是編號1 z就是編號2 然後呢 你假如說你要用負號的方式來做的話 那z呢 就是編號-1 y就是編號-2 x呢 就是編號-3 那其實這個負的東西呢 還蠻好用的啦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呢 就是要抓後面幾筆的話 有時候用負的東西還蠻好用的 好 所以呢 當然今天i假如是0或-3的話 那當然呢 指的都是x啦 然後呢 你假如說你今天i是等於1的話 指的就是y 或者是你從負的開始數的話 那負2呢 其實也是y喔 那假如說都不是的話呢 那i假如是2 或者是i假如是-1呢 我們就return這個相量的第三個分量 那假如說也不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當然呢我們這個是一個多條件的 的這個寫法 所以就是if 然後s if 最後一定就是只剩下s 然後呢 假如說都不是上面這三個條件的話 那我們就寫一個 index out of range 就是你這個使用者呢 輸入錯誤了 因為呢你只有三個分量的向量呢 結果你卻要去查第四個分量是什麼 那可能就不行喔 好所以呢我們就把它執行一下 然後呢我們現在把這個v呢 就把它給丟進來vector裡面喔 好所以呢又丟了一個新的instance來了 好所以呢我們就打一下lensv是什麼 那當然呢我們剛剛已經定義過啦 所以呢它就會寫就是3嘛 這沒有什麼問題喔 好然後呢你假如說要對這個123呢去做縮影的話 那編號0的元素是什麼呢 編號0的元素就是1 編號1的元素就是2 編號2元素就是3 那編號-1的元素是3 編號-2的元素是2 編號-3的元素呢就是1 所以呢你大可以呢就去做這樣子的檢索 檢索v0 檢索v-2 那假如說呢你檢索v3的話 它呢就會得到一個index error 那它就會印什麼東西呢 它就會印說index out of range 就是你剛剛呢叫它印了這一行 叫它印了這一行 它就真的能寫在這個地方喔 好那我們再看呢就是說 今天我們在python裡面呢 常常會去做iteration 那這個iteration呢就是像for loop一樣 它也是一個回圈的東西 好那這個呢我們也可以用這種特殊的方法把它給定義出來喔 那所以呢這有個spatial method 就是底線iter的方式 也可以去定義一個loop的東西喔 好所以呢我們在創造一個新的class喔 那這新class呢我們還是叫vector啦 那還是一樣吧 之前的定義的vector全部都把它抓進來 好那這裡呢我們就定義一個底線iter-save 那save就是你丟進什麼instance進來 那就是save 好然後呢我們定義完之後當然就是加冒號啦 然後叫它縮排這個跟前面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我們已經太熟悉了都沒有再特別強調了 好那這裡呢我們就說呢for i in range in range多少呢 in range你丟進來的這一個instance的長度 那因為呢我們現在丟進來的都是一個三個分量的向量 所以事實上的lens-save其實就是三的意思 所以i呢就是012喔 因為i for i in range 3就是i等於012 然後呢我們就說year的呢就是一個產生器 就是year的 然後save呢就是你丟進來的這一個instance 這一個三個分量的向量裡面編號i的那個位置的元素 就你就要產生這件事情 好所以呢這個事實上就是一個類似python裡面的一個產生器 有一個iterator 但是呢我們是用這個類別方式把它寫出來 好所以呢我們在定義v呢就等於back123 所以呢我們就說for i in range 3 然後呢我們就printvi 所以i就是012啦 然後呢它就會去printv 關號0 v關號1 跟v關號2 那其實呢你只要用這種方法的話呢 基本上是用我們上面所講到的這個getItem的方式來做的 好所以呢它就會印出1 2 3 但是呢你今天假如寫說for coordinate in v 然後呢我們就print coordinate 那事實上呢它就會用我們剛剛所定義的這個iterator的方式來做 好所以呢當然今天寫for coordinate in v的話 然後呢其實它就會去call這一個我們剛剛所定義的這個方法 這個method的 然後它就會自動呢去year的 就會自動去產生呢save 012 然後呢你就把它給print出來 那這樣的話呢也可以得到123 好所以呢下面這個東西呢它就告訴你 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呢它告訴你說 其實呢有一些python基本的一些概念 一些的指令呢 那事實上你也可以用class的方式把它寫出來 那你可能會問說那這樣子的話 python裡面都有了我們幹嘛呢還要自己寫呢 那或許呢可以提供一個更客製化的一個寫法 讓你可以應付更有彈性的一些狀況 當然呢我自己呢是沒有真的用過很多寫過很多這種class的東西啦 那或許就把它放在這邊有興趣的人呢 假如哪天你想要處理更複雜問題的話 或許你就可以去自創一些客製化的class 那下面這裡面有什麼呢 下面這裡就是把剛剛呢我們所定義的這個class vector呢 就把它全部寫起來喔 所以呢這個又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class的寫法 就是首先你先把class寫出來 然後呢另一個名字 然後你假如說你是一個新的一個class 跟其他class都沒有關係的話 那就給它寫的object吧 首先呢我們先有一個 好像是一個起始的方法 通常叫做contractor 就是建構值啦 所以呢就會寫define 然後init 那基本上呢 這種define後面的東西呢 假如這個子 這個數 這個資傳前面有兩個底線 後面有兩個底線的話 這都是一個特殊的 method 特殊的 method 然後呢 今天我們就 首先呢 先把它 做類似起始的事情 所以呢今天 你呢這就是self 然後呢syz 所以今天呢 假如丟進一個instance的話 丟進一個實例進來的話呢 它就會取得s跟y跟z的這些的變數 然後呢 就得到下面的這些屬性 這些屬性 好 那下面這裡呢 全部都是master的 都是這個類別呢 所定義的master的 所以呢 包括怎麼印出來 然後呢 怎麼取決對值 怎麼做布林運算 怎麼加怎麼乘 怎麼算這個向量的 裡面的元素的個數 或者是呢 怎麼去做向量的 每個分量的索引 或者是呢 怎麼去把這向量裡面的 每個值都把它給抓出來 其實這個全部都是master的 那就是把它合在一格而已 沒有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呢 這本書呢 第六章所講的一些 通常叫做OOP 就是物件導向的 一個程式的設計 那這個作者呢 也說 其實呢 蠻多的爭論就是 這種東西到底在財務裡面 有沒有什麼用處 有沒有什麼用處 但是這個作者說 其實還蠻有用的 例如說他這本書呢 第五個part就是在講 怎麼去評價 衍生意商品的時候 它呢 它那裡面呢 就用了非常多這樣子的寫法 但是那一部分呢 好像是 要去連到一個 一個私人的資料庫裡面 就是他們公司自己的資料庫 我沒記錯的話 我記得我看第一版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它整個第五章其實都沒有附 任何的程式出來 那所以那部分 或許我們也會把它跳過去 好 所以呢 我們就第六章就講到這邊吧 好 我又回來了 忘了講一件事情 作者在第六章最後面呢 的conclusion裡面 附了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呢 看起來好像是真的就是在 在教你怎麼在python裡面 寫這種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 的一個網頁 好 所以你假如沒有書的話 你就把這個網頁的一些 關鍵詞就打進去吧 例如說你就打入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進去 那其實它好像不是只有在講 一個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它還講很多python的一些 基本的東西 那只是呢 在這邊有講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那看來呢 它講的東西跟我們這一張 錄的內容呢 是蠻像的 所以有興趣的話呢 或許可以到這個網頁 來真正學一下 怎麼寫這種OOP的東西 好 那我們這一張呢 就真的結束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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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